要说起灌篮高手里教练中的搞笑担当 林南队的主教练田刚茂一绝对当仁不让 本期SD人物志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老谋深算的田刚茂一 田刚茂一据他自己所说 高中的时候他和海岚的高头可以比肩现在的仙道章和刘川峰 当然林南的队员没一个姓的 这里也可以看出田刚在队员面前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威严 不过他们在当时应该算是那时期的明星球员 这点应该不假 而林南高中也在他的带领下连续两年打入神奈川的四强 除了有仙道这样的天才球员加入的原因外 更和田刚严格的执教风格不无关系 林南训练的艰苦程度绝对不亚于海岚 从队员们回忆训练时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林南的训练有多么恐怖 而这样做的结果让海岚以以为傲的体能优势 在林南面前几乎荡然无存 除了体能方面田刚更是对每个球员的要求都格外严格 所以才能逼哭鱼柱唇逼疯福田 在外人看来田刚俨然一副魔鬼教练的架势 可是在魔鬼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温柔细腻的心 他能很快发现鱼柱不对劲 然后耐心的安抚鼓励 即使被福田蛇拳攻击之后也并没有选择打击报复 反而自我反思对阿福的态度不仅把他召回了球队 更是在比赛中照顾他的情绪让他超常发挥 可以说田刚本质上是个暖男 只是外界看不到罢了 可是他树立的严教形象在遇到他一生的克星之后化为了乌有 这个克星就是樱木花道 樱木给他留下的不只是精神上 更是肉体上的阴影 每当田刚看到他已经形成了生理反应 一阵举谨 樱木更是一口一个老头让他丧失理智 可田刚退来樱木一点办法没有 而樱木也成了终结他全国梦想的关键人物 田刚对樱木的误判体现了他战术上的不够变通 在练习赛时 樱木作为刚加入球队没几天的球员 虽然技术十分粗糙 但天赋已经显现 这一点先到早已经发掘 可田刚始终将他当作门外汉对待 即使在经过了这么多比赛之后 樱木早已成长 可田刚还是把他当作湘北的不安因素 完全没有考虑过如何应对他 这一点海南就完全不同 高头在比赛开始阶段就立刻制定了用工艺限制樱木的战术 除了樱木 忽视木木同样不应该 在练习赛中 木木得到了14分 得分能力其实可圈可点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忽视木木的问题 况且如果田刚再仔细点 你会发现樱木根本不会主动传给流川风 这样就不会出现包夹流川而放空木木了 那田刚作为教练真的就没有可取之处吗 其实并不是 相反他可以称得上是战术大师 对战海南的时候 田刚采用仙道作为空位去限制木深一 让全场都为之一亮 高头也大为吃惊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比湘北采取多人包夹更为有效的办法 明南的三叉戟在比赛大半的时间内都压制着海南 变故同样发生在他的克星樱木 用话语刺激了清田 让清田爆发 将海南的士气带了上来 加之木深一和高砂设置陷阱 让渔柱提前出局 才让海南的局势翻了过来 之后田刚通过不断的换人 加上仙道的神勇 才能一直将局势稳到了最后 而正赛中在与湘北更是体现了他的老谋深算 除了前面提到的他误判的两点 其他大多数时候 湘北都是按照他的剧本来表现的 他所判断的湘北不安因素 包括犯规过多 反正实力不够深厚 韩西教练不在场 三锦兽的体力问题等等 全都一一应验 他也安排仙道突破内线制造犯规 以及其他球员去包加湘北犯规过多的球员 可以说除了他的克星 一切都在田刚的掌握之中 包括他在观摩湘北和翔阳的比赛时 对于场上的形势 他也分析得十分到位 最强解说人的名号也由此得来 如果翔阳有他这么一位教练 想必湘北几乎没有胜出的可能 明南落败后 田刚担起了所有责任 并称赞他的球员都是最棒的 这里不禁也让人肃然起敬 你喜欢这个外纲内容的老头吗 我是猫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